2021年1月18日,韩寒在西瓜视频抖音上发布了一条反套路轨轩的视频 视频中的韩寒套路十足,拍摄内容几次反转十分调皮,一点也不像一个38岁的大叔 韩寒老师,你知道HH是什么意思吗? 红红火火,黄黄不孤,韩寒后悔会画画 韩寒是一代人青春时的记忆,他年轻时的狂妄不羁,是那时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孩子所向往的 他们觉得韩寒活成了他们想成为的样子 1982年,韩寒出生在上海,17岁时以《杯中溃人》一文,获得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 次年,韩寒评的小说《三重门》一举成名,累积发行200万册,年轻时的韩寒狂得要命 17岁时,央视邀请他参加一档节目对话,而韩寒自己的话说就是这期节目差点做成对骂 那时的韩寒是个酷小孩,留着颇有艺术气息的头发 节目中虽然各位专家和观众都对韩寒态度优好,言语中却透露出嫌弃和嘲讽 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是很难接受的,韩寒不甘示弱 他在大家的围攻下可谓是蛇战群如瓶,一己之力杀出重围 那年的韩寒乡刚出江湖的快艺少年,有着天老大,他老二的气魄 笔下又有着对世事的玩世不恭,对于文坛前辈的批评,他马上就发文反驳,文字伶俐 是个以笔为贱的少年侠客,被当时的网友戏称为当代卢训 文学却鲜少就这么有个性的人,人有个性,文章也有个性 昔日韩寒与文学评论家白夜的韩白之称,白夜曾被韩寒骂到观伯客 之后露川高晓松也都卷入该世界,而后来三人又一笑迷人仇 相谈甚欢成知己,少年人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我看你不顺眼,你什么都不是,我看你顺眼了朝愿眼的成前尘 除了年寿成云,韩寒更让人佩服,他对梦想的执着和去实现梦想的能力 韩寒一直都喜欢赛车,2003年凭借写作赚到钱后 他立马就拿着稿费去买了车,虽然刚开始他的赛车事业并不顺利 但是他没有放弃,2009年的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第二站CRC北京站 韩寒夺得国际组国内车手冠军 在本赛季CRC收官站中,他又收获了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N组2009年度总冠军 自此,韩寒成为中国职业赛车史上唯一一位场地和拉力的双辽年度总冠军 同时拥有象征中国职业赛车两项赛事最高荣誉的冠军奖杯 随着时光的流逝,曾经那个桀骜不顺的酷小孩也长大了 韩寒和年少相似的女孩在2010年结婚,童年有了女儿 28岁的韩寒晋升人妇后,他整个人变得柔软了起来 再也没有曾经的咄咄逼人,还会在社交平台赛出女儿的萌照 由于女儿太可爱萌话众人,韩寒因此成为国民岳父 有很多明星为了保护孩子的隐私不愿在社交平台赛照 当韩寒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他说女儿迟早会被拍到 主动赛照还可以选一些自己喜欢的照片 从这个回答可以看出,虽然当了父亲后,韩寒身上的锋芒越来越少 但骨子里那种与众不同还在,韩寒之所以能成为一代人追逐的偶像 他还是有个常人不一样的地方的,虽然长大了 但他也不曾放弃那些仗剑走天涯的梦想 2014年韩寒却当了导演,从剧本玄景到开拍 电影后会无期前后筹备五年,走了一万多公里 耗时106天,电影完成了 韩寒的处女作电影在历史数据中是非贺岁春节党中最快破武艺的华语电影 17岁的韩寒节奥不逊,28岁的韩寒学会了担当 那38岁的韩寒又是怎样的呢? 这一年韩寒接受了节目2021友谊说一的邀请 节目中韩寒梳着俐落的短发,在着黑矿眼镜穿着白色云服走进面馆 开展一次直面生活真相的街头演讲 20年前的节目对话中,韩寒曾被问到 如果有大学破格录虚女,你会去吗? 20年后,韩寒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 你的中年危机会有哪些呢? 不禁让人感慨物是人非 原来曾经那个仗剑走天涯的少年已经不中年了 有一个女孩问的问题很有意思 之前你是一个很狂的人呀,现在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问题也问出了大众的疑惑 是啊,你为什么不狂了? 韩寒的回答尽限水平 所谓的人情世故,只要不是突破原则 这只要不是一件坏事 会觉得为了他人的高兴 我有的时候愿意让我自己不那么高兴一点点 即将迈入40岁的韩寒 好像又到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不是说他变得圆滑了 他还是那么的意气风发 只不过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韩寒的经历和阅历 让他明白怎样做对于现在的他能更好一点 很多人会说 长大以后我成为了自己不想成为的人 韩寒说这是一种话术 放在很多人身上都很适用 并不能说明什么 事实上除了你自己 没有人知道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看到的只是他说喜欢赛车 于是就成了职业赛车手 他说喜欢摄影 于是他就去导演了电影 对于自己热爱的事物 全情投入做到极致 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不好呢 他不可能永远做一个狂傲的侠客 放下了骄傲 他就不是大侠了吗 此件归隐他也仍在江湖 去西瓜视频搜索韩寒 看他的新作品怎么反套路